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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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關於校園自主的部分 警察其實他們過份是人都知道的 但是大學那裡我們期望大學本身有一個校園管理的自主權 但是很可惜我們昨天無論在校方的口中 或者是警方安排都看不到這件事 包括我們想由太古橋遊行到陸右堂 都是不容許的 我們是被驅隔幾百米之外 大概九點多 李克強的車駛進來的時候 警方一度要求我們把大聲公關掉 不是的話他們會沒收大聲公 最後沒有了 最後他們都被我們繼續喊 不過另一方面他們對於一些同學 即是由糧球區那裡出來 是採取一個很粗暴的行為 將他們強硬推跌 推回進去 讓他們無法出來 我們本來的計劃就是去走過太古橋 然後去看示威 然後再決定我們會不會去參與 就是我們三個人一步出糧球區 然後就有六七個警察圍著我們 然後我們不停地去問警察 到底我們是甚麼原因被人封在這個位 然後警察都是沒有回應的 然後保安是走過來 然後跟他們說因為保安的理由 他認為要保障我們的人生安全 如果我們再走前的話 可能我們會有危險 所以就不讓我們走前了 然後我們繼續問的時候 有一個白色衣的警員走過來 然後一聲令下推 然後我們就被警察和保安 不斷地推進去後樓梯 然後就跌倒了 其實這件事是好笑的 因為他們說如果我們再走前 我們就會有危險 即是我們停留的所在位置 是不會對我們有危險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為甚麼他們要推我們進去呢 因為這條路基本上 我走了很多天 兩年都是這樣走 都沒有問題的 那你這次走就會對我有危險 我們是絕對尊重市民的言論和集會的自由 但是這個言論和集會的自由 不能夠凌駕在其他人的安全之上 I think that is completely rubbish that we have violated civil rights nor have we violated freedom of speech 我們是完全尊重傳媒的採訪自由的 所以在總理每一場活動裏面 我們都有安排傳媒的採訪 就是你聽到警察一直喊 喂 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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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 在大學範圍裏面 你感覺到整個新聞自由 完全被干涉得非常之厲害 警察他沒有權限制任何人的 人身自由 除非他要對那人進來拘捕 但是昨天的情況就是 他把三個學生困在校樓梯裏面 不讓他出入 這個很明顯是警方一個濫權行為 一間大學的校園 容許這麼多的警察 進入校園裏面去報防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在一個象徵式裏面 就是大學作為一個相對自主開放自由的地方 是容許不同意見 不同的聲音去發表的一個地方 當有一個這樣的政要進來的時候 竟然用一個這麼高度戒嚴 也都在抗議裏面有很多同學都說 818香港大學就實施戒嚴 其實大家就見到大學的自主性 或者獨立性 是否在昨天事件顯示被衝擊呢 除了獨立自由之外 我當然就是所謂明德格物 明德就是說 令到我們自己有一個操守 有一個抱負 格物就是說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知識 就是說我們得財兼備的人 現在我們就變成有才而無德 但是我們要的是什麼東西的一個學生呢 我們要的是一個有獨立精神 有思想自由 有這些胸襟有這些抱負的人才重要 我們要每一個我們的畢業生 都是一個社會裏面的好公民來的 現在就是說我們只是得一半 而我們的校徽被因此而踢碎了 而變成一半斬開了 這是我覺得整件事裏面最令人痛心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肯定是一個輪落 是一個下沉的第一步來的 所以一次烏兩次胃 是否跟著繼續沉淪呢 這就要看校方會不會有些止血的動作 現在港大不再是一個香港的大學 香港大學是在中國國土上面一個的國際大學 我想說的是不只是香港的大學 但是呢 就說得快口就是不再是香港的大學 其實如果我們說這些 他最初說的那句是一個 Freudian slip 其實那句是真的 我覺得他在他的潛演式那裏說出來 他自己個人 不過這也是我全識的 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他對香港的看法就是 香港已經變成了中國一部份 香港的大學都是中國 眾多大學的其中一間 其實那句真心話來的 我們同意他這件事 我們當然不同意他 其實他真心直接說出來 這些同學吵什麼 這些香港市民吵什麼 現在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當然是這樣 當然是寸步難而抗什麼意 現在也是越來越收緊 大家認命 其實我覺得他的潛演式 那句話出來就是這樣 又是陸友堂 今年新海革命一百周年 革命告訴我們 就是要怎樣推翻 一個公義的政制 或者一個政權 在那時 1923年我記得 去到現在 就是經歷 經歷差不多一百年之後 今天同樣在陸友堂出現的 那時蘇宇先生的講話 就是聽一個革命精神的樣子 但是在革命的對面 一個政權 在同一個地方陸友堂 去發表這個講話 原來給人的感覺是非常諷刺 我會覺得香港大學 既然你已經創立了一百周年 你有自己的定位 你在香港這麼特別的地方 你可以擁有自己的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的時候 其實更加應該好好把握這些機會 去影響國內的人 再加上現在我們收很多國內的交換生 我們其實應該是透過這個機會 去影響國內的一些新一派的學子 新一派的 不論他是因為有錢而來 因為他讀書好而來的人 其實我們都可以在這個環境裡的影響他 當然現在香港大學可能都要講一些 國內的校園 他都想在國內的教育市場裡放一杯羹 但是我自己會想就是 最重要的事情 始終你要保留香港大學自己的特色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是一間有學術自主 你是能夠有學術自由的一間學院 你在裏面做研究 不會因為你做的研究太敏感而被人河蟹了 這些東西如果我們不能夠持守的話 你在裏面開了一間大學 其實對於為中國而立這個目標是沒有幫助的 我覺得作為我們香港大學成立的時候 是說過一句說話叫做為中國而立 其實我們很希望看到我們香港大學 其實就是為了要去培育人才 去貢獻這個國家的我承認 但是我們是希望可以令到這個國家更加美好 但是不是去服從現在這個政權 又或者去怎樣去向這個政權欠美 百年校慶以港大在中國近代史上 在香港史上 和再聯繫中國近代史上 就是有它的角色 應該是一個有歷史視野的百年慶典 因為現在不知道要做甚麼 不過也好 其實如果以後我們再看香港大學歷史 在百年慶典裏面 有一個這麼大的不同組織發起的群眾運動 和這些專權對抗 其實我想以後香港大學歷史 是增加它的色彩 這次百年慶典 北遍 北遍